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方要求中國關閉駐侯斯頓總領事館的限期 已經在今日戒滿了 較早前駐侯斯頓領事蔡偉曾經跟美國媒體說 說會維持服務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但究竟他有沒有在這家領事館堅守下去 根據外國媒體的報導 說領事館內的人員已經在閉館的限期之前 暗然離開 根據外國的報導所說 說總領事館門外的排便已經遭到美方移除 而當地警方已經封鎖附近幾條街道 有幾名據信是美國官員的男子 用工具叫開總領事館的後門 進入建築物裏面 其後有兩名穿著制服的美國國務院外交安全局人員 去到門外把手 路透社引述了一名目擊者所說 就說在閉館的限期戒滿之前 有貨車停泊在領事館門外 有工人把幾個大袋搬上貨車 另外領事館人員在閉館限期戒滿之後 離開大樓上貨車 其後有人開始強行進入領事館 即是說根本上沒有什麼賴死不走之類的情形發生 在限期戒滿之前又說到會繼續維持服務 實情到最後又是雷聲大雨點小 純粹擺下一個強硬的姿態出來嚇人 被國內的小粉紅亢奮一番 到最後現在黯然離開了 究竟大陸方面有沒有作出相關的報道呢 今次除了駐喉斯頓總領事館租養以外 原來另一家駐三藩市總領事館 亦都受到波及 根據美國司法部和國務院的高級官員透露 較早前藏身在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的研究員 被指控具有軍方背景 叫唐娟已經遭到美方拘捕 他和其餘三名中國籍公民 因涉嫌隱瞞腦解身份 而被指控是簽證欺詐行為 四個人目前已遭到美方的扣押 到底這位唐娟是何許人呢 原來在去年10月的時候 他申請了美國訪問學者的簽證 到12月尾便入境美國 根據美方起訴書指控 說他在申請簽證時 並沒有如實報上 具有軍方背景的身份 但他實際是中國空軍軍人 FBI發現了兩張他身穿軍裝的照片 說他是隸屬第四軍醫大學 在6月20日的時候 FBI對唐娟進行了約談 其後 據稱唐娟躲在中國駐三藩市領事館那處避難 實情為何這位唐娟又會遭到美方拘捕 這件事真是內人尋味 因為根據所有報道所說 都沒有透露關於唐娟被捕的細節 這件事大家可以推敲一下 若然他一直躲藏在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裏面 照計很難被拘捕 因為沒有報道說FBI的人員 操進總領事館裏面拘捕 若然有這個情況 中方一定會提出強烈抗議、強烈反對 並且呱呱吵之 又沒有這些聲音出現 照計就不是FBI的人員衝進去拘捕 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位唐娟不知因為什麼原因 而自行步出總領事館 已經走回美國領土的範圍 這樣美方的執法人員 當然就可以將他拘捕 究竟是什麼原因 驅使這位唐娟步出總領事館 大家自行可以去聯想一下 是否遭到領事館人員的驅逐 當然這些只不過是一些推敲 沒有實際證據 因為所有的報道都沒有談及到 這位唐娟被捕的細節 當然這位唐娟被捕 實情可以視為中方的讓步 為什麼呢 若然中方要繼續補他 不是說不行 繼續任由唐娟 立場在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 但是這就會招致到一個非常重大的風險 就是特朗普現在似乎不卸中國 他已經說明很有可能 繼續關閉其他中國駐美國的領事館 若然這位唐娟繼續躲藏在領事館裡 隨時連駐三藩市總領事館 都可能遭到美方要求關閉 起碼現在大陸將中美外交風波 繼續管控在一個相對有限度的層次 不要將他繼續升級 實情這一種信息已經是非常明顯 不管在美國方面也好 在中國大陸內也好 這種信息也是很強烈的 雖然目前中國作出了所謂的反制措施 就是關閉了美國駐成都的總領事館 但是這家總領事館我們已經解釋過了 他在大陸的地位並不是這麼高級 相比起駐上海和駐廣州的總領事館而言 所以大陸一直把外交風波管控在一個有限度的層次 這個研判並非是吹水或者憑空益測 而是絕對有跡可尋 我們可以看看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今早新鮮滾熱辣 在微博那裡發表了一篇長文 他怎樣說呢 首先第一段就是非常亢奮 他說中方宣布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以後 引起了互聯網上的一片喝彩聲 美駐成都領事館一下子就成為了網紅地 周圍人流量大增 其中有些人顯然是去湊熱鬧的 有新聞機構做了現場直播 央視也有 尤其是吸引來更多的目光 網上必出現了一些嘔心的美領館討論 比如說美領館撤走以後 原有建築就很適合改成公廁或者火鍋店 另外還有人在領館附近放了一片炮 即是放炮像 受到了行政警告處罰 實在請你胡錫進身為一個官媒的下總編輯 你也要顧及自己身份才行 網上哪有些沒有文化的小粉紅 說要將美領館的原建築改成公廁 你就去引述這些意見 簡直就是有欲私民 你假假地身為一個文人 怎麼會去引述這些意見 你跟街邊蹲蹲的人有什麼分別 請問你胡錫進很離譜 胡錫進還說 這一系列的反響 是中國民間對美情緒的真實反應 老虎建議美方能夠關注這些反應 了解圍繞當前中美鬥爭 中方的真實民意 實請真實的民意 是否一面倒真是這麼憎恨美國呢 實際上我看老虎你自己的留言版 有兩千五百幾條的留言 我當然是沒有時間逐一看完的 但是我看了頭過一百條的留言 當然有些人事實上是小粉紅 說到終於閉館拍完手掌 但是也有些留言是非常理性的 比如說 有些人說 胡錫進說 你說到中國民眾這麼憎恨美國 為什麼我們中國的官員 會 把自己的孩子老婆送過去美國呢 另外有網民說到 不同意老虎的說法 你看看朝鮮 隨時都可以動員過百萬的民眾 上街遊行反美 難道那是真實民意嗎 還有人這樣說 說不知道中國駐侯斯頓領館被要求撤離之後 美國人又有沒有這麼舉國歡慶 好像中國人一樣又放炮掌 又殃媒偷窺式的直播 反美民意這麼洶湧 又是你老虎這班人 和全國媒體的功勞 實際這些意見真的非常理性 還有人所說 中美關係搞到今天這個地步 就是感謝胡噴 就是他專門噴口水 帶領一關追憤 在這個年代做出巨大的貢獻 類似這些比較理性的留言 在胡錫進微博的留言板上 都是為數不少 故此也是反映出 美國方面調整了最新的對華策略 就是要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區分起來 這一招肯定是會湊效的 因為在大陸實情有不少民眾 是有一種不滿情緒在 胡錫進這篇文章中間那段說到 在對等關閉美駐成都領館的時候 一方面就要尊重中國公眾以自發方式表達態度的權利 另一方面也要堅持對等待遇的同時 盡量保障美國外交人員有尊嚴地設離 實情你根本就是要令到別人有體面地離開 不能夠遭遇別人 老虎繼續說 關閉美領館是完全符合外交準則的報復性出手 中方向美國和世界傳遞的信息已經足夠強烈 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尊重 嘩大哥你寫這些東西真是面不紅耳不赤 怎樣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尊重 就算第三世界都沒有人說 這件事是愚蠢的 哪個國家表態請問 你是不是問了非洲國家 還是問了拉丁美洲國家 還是問了誰呢 怎樣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尊重 這些是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請問 很離譜 你寫一出就寫 簡直是 新華社都沒有報導 贏得了國際社會廣泛尊重 愚蠢得極 接著他那句是highlight了 這句是怎樣說呢 說民間此時為官吃瓜為矣 用粵語來說 你民間那些傻子吃花生就好了 他說政府有足夠力量回擊美方此輪的挑釁 無需民間力量提供增援 難怪民族主義上腦的小粉紅又再用完職氣 那個在附近燒炮長的傻佬就遭到行政警告 實情大陸一方面 又要將國內的視線轉移到美國身上 不要等到民眾聚焦在大陸的經濟情況有多惡劣 不要聚焦在失業情況有多嚴峻 不要聚焦在國內的什麼洪災新聞 就要聚焦在美國身上 但另一方面 又要對於他們的行為有所管控 不要出現一些過激或失控的情況 類似的手段在十幾年前大家都見識過 當年那些什麼反日的遊行 你猜是民間自發的 還是官方默許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